欢迎回到汽车咖啡馆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款车 这一款车就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 C-Segment之王 Honda Civic 为什么要讲它呢?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虽然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呢 这个C-Segment Sedan的market 是萎缩的越来越严重 但是C-Vid的这个能见度好像并没有减少太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C-Vid 到现在都还可以当这个C-Segment之王呢? 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款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讲到C-Vid呢 相信不少年轻朋友都应该都相当熟悉啦 我就不用去讲太多了 实际上这款车从以前到现在呢 都是年轻人最喜欢的车款 那么在以前呢 就是因为这款车有很强大的改装潜力 例如讲所谓的大V跟小V 那么到现在呢 则是因为它有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从Honda Civic FC 开始呢 它就是马来西亚市场 日式C-Segment里面呢 第一款使用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 也因此那个时候呢 它广受年轻族群的欢迎 为什么? 因为Turbo就是Best 虽然当时呢 市场也是有很多的C-Segment车款呢 拥有涡轮引擎 例如讲这个Golf啊 例如讲Jetta啊 又或者是这个308或者408 但是为什么只有CVid那么受欢迎呢? 首先因为它是日本车 日本车在马来西亚消费者的印象中呢 就是有很多service center 然后品质比较好等等 加上它的这个涡轮动力表现也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它一发布呢 就卖得非常的好 它最高纪录呢 一年可以在马来西亚卖出1万多台 那个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除此之外呢 因为CVid在国外是有非常多的改装套件的 不管是在外观设计也好 还是这个悬吊设计也好 还是引擎的动力部分都好呢 它都有非常多的选项 因此改装车的爱好者 往往都会选择CVid进行改装 那么当年Honda CVid FC的改装潜力有多大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两个案例 首先有一次就是我朋友的车子 他show 我那个图表看 它的车子on wheel可以达到260hp 260hp是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辆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应该有的水准 而且他跟我表示呢 他自己也去做过0-100的测试 是在这个Servant塞道进行Testing哦 根据这个机器做出的测试呢 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6.9秒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恐怖了 而且重点来了 重点在于它的CVT压箱 居然能够搭汉这一个动力 这个我相信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消费者 会比较喜欢这款车的原因啦 然后再讲第二个案例 这个第二个案例是一个CVid Type-R的车主跟我分享的 它开的是CVid FKX 但是呢它的车子是比较偏原装的设定 它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改装 它表示有一次呢 它在高速公路上面被一辆车丢屁股 这个丢屁股的机动呢 燃起了它的这个胜负心 结果它有跟那辆车玩一玩 结果它跑输那辆车 到最后它才发现到那辆车 它竟然只是一辆CVid 1.5 但是经过爆改 所以它就跟我讲 你不要小看CVid 因为Type-R可能都抛出哈 不过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哦 因为安全原因哦 所以不鼓励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赛车哦 OK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CVid FE 也就是第十一代的CVid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CVid的一个传说 就是这个单速的CVid 不会大卖 双速才会大卖 那么这个十一代的CVid呢 卖的怎样 其实在国际范围都好呢 CVid的这个车销售成绩都非常的出色 根据最新统计在2023年呢 CVid在中国总计卖出了超过17万台 而且还不包括它的双胞胎兄弟 Intega 这个中国版的Intega 不是美国的Intega 然后除此之外呢 在美国它也卖出了超过20万两 保守估计全球它的销量 可以达到超过45万左右 这个成绩表现在目前的C7市场来讲 已经非常的出色了 那么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它同样的也继承了之前CVid FC 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也就是好改装 目前在马来西亚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 拿他们的CVid F1去改装 其中呢 我看过最恐怖的案例就是 Onville 260 当然呢 这个同样的它也没有面临 这个CVid T爆掉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邻国泰国 邻国泰国的CVid F1改装案例呢 更是有达到292HP的惊人水平 所以可以看出CVid的改装前例 其实真的是不容小觑 而且重点是呢 之前在本地也有一些改装发烧有分享过 虽然目前市场上涡轮引擎有很多款 但是呢 要以改装的简易程度来讲 CVid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改装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CVid 的改装套件呢 确实比较容易拿到 所以呢 它的改装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除了改装之外呢 其实你不能否认 CVid 本身也是一台性价比蛮高的C-Segment 车弹 首先它是目前马来西亚C-Segment 车弹里面 唯一一款CKD的车型 所以它的价格大约只需要13万令吉起跳 加上它的空间表现不错 全车系标配Honda三星 全车系标配六气囊 还有全车系都有Android Token Apple CarPlay 在种种配备的加持下呢 也成为了它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这个C-Segment王者的定位 当然可能跟这些改装的案例相比呢 它的实用性可能不是大部分的消费者 顾及到的东西 但是大家不能否认呢 CVid 除了它的运动化程度是卖点之外呢 它的实用性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CVid F1的车主的话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你为什么喜欢CVid 当然讲到CVid 最后一个重点我们不能不讲的就是它的二手架 从CVid FD 开始呢 CVid 的二手架其实都不算太差 甚至可以讲是马来西亚保值率最高的车款之一 当然可能CVid FB 会差一点点 可是CVid FB 的二手架呢 你跟当时的CORAL AUTIC相比呢 其实它也没有差太多 所以基本上它是保住了CVid的威名 至于到了CVid FC 甚至CVid FE 的年代呢 它的二手架表现会更好 当然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讲买车就不要怕亏钱 但是呢更高的二手架在你日后换车的时候呢 可以减低你的负担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情 那么CVid的二手架会不会是你喜欢CVid的原因呢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总的来说CVid可以在全世界的汽车市场叱咋风云呢 总共有几个重点 运动性 实用性 还有它的保值率 而且保值率这一点不只是马来西亚而已 在美国它也是拥有超强的保值率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CVid的车主的话 是哪一点吸引到你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那么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那么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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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温